Hello,大家好,我是Peter,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NFT的梅跟着Peter一起转 今天我跟大家讲市场上的D的项目 这D的项目也是偏比较像蓝筹 那我们这个D的项目就是WOI LAN 那我们要特别讲WOI LAN 我们透过WOI LAN的分析来看 马上就要发这个D 就是我们Machi大哥的RK 我们要开始 首先请到来我的推特 大家知道推特都重要的 我们这边推了多新闻 还有第一时间请大家follow我推特 再来来到YouTube 大家知道YouTube这边都个人意见不才会分析 不才会建议到做自己的风险控管 然后有个OE 那我们这边也一直有不错的朋友 在这边留言 我们持续一直送出我们AlphaPass盘名单 另外我们先看一下RK RK这边大家看一个video 这边RK video大概是今天5个小时之前 所以应该是 中午的时候 所以像14600人 他就讲RK最早最早他所有的video 这边他串在一起 那么RK所有串在一起 然后逆转啊逆转这样倒转 看说RK最早是怎么来的 最早这不是JJ吗 OKOK 最后他们现在开始要卖地了 地卖出来之后 后面其他游戏各方面 才跟着持续自由啊 所以大家就先有地 然后再玩游戏 还蛮不错的哦 so now we build the future together 跟大家一起build the future together 我们直接来看 WIPLET 大家有没有来看过WIPLET 他们这个主要是游戏的干嘛 他们其实就是一个pixel art 一个游戏 那你可以其实可以去玩demo 那他现在其实 worth of a land exchange 超过6000万 然后所有的sales 还有的sales是23万美金 那所有connected 所有user8万人 你看这个所有里面的人 你看这个不是要包裹吗 里面的人可以里面玩不同的游戏哦 你看WIPLET 是MMORPG 你这里面很多设计的游戏 他里面很多类似这种设计游戏 可以大家在里面玩啊 甚至他们可以开party 你看很多地方在开party 你还有apartment 每个在apartment 你自己的apartment 你可以放你apartment的东西啊 就你自己有一个apartment 所以你可以在你apartment 里面安排你自己的房子里面 你想要有什么东西 可以再设置你自己apartment 然后这个apartment里面 你就可以有朋友在你apartment 里面一起在这边聊天 在那边玩啊 这个也是蛮不错的 然后try to build for the builder 大家有一些builder想要玩 我可以在那边开发游戏啊 那个开发游戏之外呢 还有这个collect nft so only your item as nft give you the freedom to trade and to sell them any ethereum platform 你看你自己有nft的话 你可以来这边 他们自己有一个platform 我们来看他最早发售好了 他们其实发售 我如果没记住应该是四款 第一个就是paint house 然后大的中的 然后这小的 大的中的跟小的paint house 最早发售的时候是一个eat 那发售的瞬间啊 上市场如果没记错 应该上市场就是六个eat 所以基本上是犯六倍 他们刚开始的paint house 也是只有100个eat 那另外除了paint house 除了最便宜的 就是最小的apartment 应该是0.69 所以待会跟大家看 我们先稍微看一下他的价格 从去年12月 他们出来的时候floor是0.089 那0.089他一路哦 我知道有朋友在买在0.1级 一路这样子走走走走走走 你看他floor最高涨到哪里 涨到2.5 所以mid price大概3 他floor最高涨到2.5 有一些朋友如果买在0.1 0.1左右的话 你这样上来2.57赚了25倍 我认识大佬就是去少数的小的 最小的apartment少好之后 然后一路涨上去 再两个eat以上卖的大部分 那如果看他现在这边成交 大概是1.2 1.2这个其实就是他最小的房子价格啊 你看这边目前sales还是1 几个小时之内1.4 1.4 比较大的哦应该4.8 所以这房子一致的成交 一直在成交一致的成交 这边listing的话1.39 如果看他min最早 其实卖了min的9500个吧 这是mmorpg 你看nft evertor 他最早是0.069 就最便宜的其实0.069 所以我们刚刚讲最小的房子 那另外如果你看他的holder比例 holder比例一直持续到5000多左右 那你看他的holder balance time 1.97 所以这是不太变动的 非常稳扎 非常稳定的 你看他的holder比例 有大的几个holder 这个应该是community之外 bluechips233 那这个bobby156 princy150 那这边持续有一些比较大的community ok 那有club在这里 club有27个 这边有一些不错的哦 还是蛮多人有的哦 那所以我们看一下colon 你可以看到colon 你目前为止的地板 但是1.39 你看他所有的是9500个 那owner4800个 那flow price1.39 24小时average 2亿 因为他还有中型 中型大概是卖10到5个意思 目前为止 那所以你看 holder 蓝筹比例 44.38 mutant 700多个mutant买 clonex 900多个clonex sandbox 600多 azuki600多 kukat600多 dephello 400多 700 这边还有两个是什么 rfag mfer doodle也ok doodle也有600多 所以他是整个community最强大的 其实就是mutant clonex mutant clonex 还有kukat azuki sandbox 这几个都是他们主要的holder 你看他们owner 有4800owner 2140个owner 是on 就是篮球跟他们 那你看他们这个价格比例啊 这边一直往上走 他这个价格这个线很大 为什么因为他其实有中型中的跟小的混合嘛 所以你看小的我觉得paint house基本上没有人卖啊 大的应该没什么人卖 就是小的 才有办法trade liquid都在小的 如果我们看到这些一些holder 我们看一下有很快看一下有谁 princy 我们都知道princy 那这个macaroni ok j 这我们之前也介绍过啊 他是 他这个是 Cybercon里面大佬 哦 amvex punks 还有无聊猴 大佬 这个mac mac 他自己也收拾3lender 哦 那是我们Cybercon大佬啊 这个那大家知道之后他知道他的话知道这个这个朋友很厉害 哦还有LAMA Empty LAMA OK Great Bird 这几个大佬看完之后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刚看到这样的策略分析我们会怎么策略 如果 如果你有白名单第一时间你搭去命嘛 对不对 他一样我觉得我们这个 RK现在目前为止跟刚才我们讲这WiLab非常非常像啊 他也是要发1万 那他也是100个 Mega 就是WiLab里面的paint house Mega Redpaint house花1个Eat 出来就6倍 那我不晓得 这个macci大哥他们发3个Eat出来的话有没有办法6倍 我估计可能到不了 因为6、3、18等下18个Eat 我觉得有点高 那我觉得可能12到15个Eat有可能 所以大概5倍左右吧 那因为现在市场跟去年牛市的时候发当然也是会有些影响 这可能如果把它涨到10到12个Eat已经非常厉害了 但是如果你是大型的large 这Xlarge 0.75 那large 0.5 但是Xlarge有1900而已 那large有3000 那standard就最普通的5000个 那你看看如果是0.25 0.25 最早他们meat ORM是0.069 0.25 0.25 跟0.069 差了4倍 那0.069最高一路 你看0.069一路 有办法从0.069 0.07一路这样涨涨涨涨涨 从12月开始 1月2月 2月底 2个月涨了25倍左右 超过25倍 2个月涨了快30倍啊 那我不知道 这个卖奇大哥他们这边的做法会怎么样啊 但是我估计 我估计这个0.25啊 我觉得一方出的0.25 开出来的话 可能在市场上应该会是0.3到0.5之间 3到0.5之间 然后持续价格会逐步的上扬啊 那可能也需要花2到2到2至2.5个月吧 那我们如果看Wayblade它整个价格的话 它一直都自从3月份这边回档之后 3月份回档 它大概是在2.5个 2.5亿之后左右 目前为止大概是1.43 我觉得它这边还是一直在盘整啊 盘整有机会持续往2.5亿方向走啊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给我们做 Marchi大哥RK的一个 等一个参考啊 RK出来的话也有机会 类似这样的走势 小的涨得非常非常快 那大的第一时间因为少嘛 所以市场上flip的几率高 但是如果你小的进出的这个机会当然是高嘛 进出的liquidity大 所以小的整个来讲涨势比较多 其实跟大家讲这个Wayblade 在这个整个投资的逻辑跟概念 那还有市场上下 有的流通 像Wayblade 给大家看一个篮球的地 是怎么样一个炒作方式 以及我们再下一步RK 我们要怎么在入场的策略啊 你知道你觉得我视频带给你加持续 关注推理交互Discord 然后按投P2P的投订阅 把点赞点画点来点 所以大家Cheers 拜拜